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礼拜二我们今天特别要访问一位律师 他是法超思想传媒的共同创卖人高洪明律师 哈喽洪明律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请律师来 是因为我觉得对我们一般不是念法律的人来说 法律有点像无字天书 就明明可以讲白话文的 法律人就偏偏不要 然后可是其实法律这件事情倒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请高律师首先要来跟我们谈谈 最近有超多司法案件的 然后大家都很关注 而且这件事情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首先要请教高律师 最近最火红的顶星案 哇 结果你看现在大家媒体上面 然后很多民众啊 网络上面你就看得出来很多人是很愤怒的 所以这个案子到底是怎样 问题到底是关键点是什么 好 这边好 跟主持人说明一下 我们虽然讲 这顶星案这个判决呢 总共有两百多页 对 我相信我们 二九六页嘛 对不对 是 接近三百页的这种篇幅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说 顶星案这个案子 大家反映就是非常的多元化 那还有人提出说这个是不是关键点就是在 只要任何东西我只要精炼过后 能够确定它OK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就所有的厂商都没有问题 很多企划人就是民众的企划就会出来 好啦 那我大便精炼一下也可以出来 对 当然 对 当然可是我要讲 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 法院的这个判决书 其实它的判决书的重点 都已经是在他原本之前法院的新闻稿都已经有表达出来 其实法院为什么今天法官 他们会做一个无罪判决的认定 其实最主要他们就是说 从现有检察官提出的证据 没有办法去证明被告的犯罪事实存在 我知道 我知道意思 可是我插一下嘴 因为我是一个非法律系的人 所以我觉得会有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说 所以法官他只能根据检察官的起诉理由以及法条来看 他不能够自己变更 就说 诶 检察官你这个没有弄完全 你赶快回去弄补齐权 或者是你的法条 这个 这条不适用 你还适用另外哪一条 我就来叫你变更 可以吗 好 我们这样说 我们起诉之后呢 法官其实他可以变更起诉法条 因为检察官起诉的是犯罪事实 而不是说那个适用法条 其实法院是有权利去变更的 但是呢 在这个案子呢 变更 有没有变更起诉法条 那个不是这案子的重点 不重要的 而是说检察官现在起诉的这个犯罪事实 他所提出来用于佐证的证据 被法官认为说是有一些 认定上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我们就讲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 大家也可以看最近就是有个 杂志都有报导出来嘛 他讲有关于笔录误散的问题 六大缺失哦 对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本杂志 就数字周刊这样子 对 第一点 笔录竟然给人家乱写 对 就是某个 某个共同被告他当证人嘛 然后他讲的话 说某某某未指示 可是在笔录上就把他记彩的某某某有指示 那 怎么会这么离谱 这检察官是怎样 他耳背啊 不是 这我们要跟主持人和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侦察庭 或是法庭 我们的打字都是由书记官 对 在做 那其实书记官呢 他打字呢 他只能 每个书记官打字的速度快慢不一 诶 我觉得这太离谱了啦 这个 那所以 我的案子 就不一定嘛 就是我碰到一个打字神速的书记官 他可能就记得很清楚 那我要是运气不好 碰到一个两光的 他打字很慢的 还会选错字的 那我不就倒霉了 呃 是 所以 哪有这么离谱的 其实有 其实当然呢 就是不管是检察官或法官 他们常常如果大家有在法庭上会注意的 注意的话 其实他们会请说 诶 这位证人或 诶 这个被告你稍等一下 我们书记官打一下字 可是 明明就应该有录音录影 是 那检察官是怎样 你不会看一下袋子 检查一下没 诶 其实我们要讲 其实 还好就是有录音录影的这个规定 所以后来在法院审理期中 期间我们才能够重新去对 当时的录影画面 去听到说当时 原来是笔录真的记错了 那当然我们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 比较相信说 书记官应该是无心之过啦 因为有时候事情忙 有时候 征讯 可能一问就是一两个小时 其实人都会累嘛 可能我们比较 轻松心是无心之过 那但是说 这种笔录的确实记载 其实是影响很重大 为什么 因为除非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否则基本上 我们很少会再回去勘验 当时的征讯光碟 而是就依照说 印出来的笔录纸本上 然后直接做一个认定 好那刚刚是这一点 好笔录有误散的问题 然后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 不知道说 主持人跟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案子 在进入法院半年之后呢 我们出版得知消息 就是检察官们 组团到越南 对 去进行了一个调查 没错 好那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这好像是一件 很正面的事情 大家也期待说 检察官从越南回来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现 对啊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件事情 那 为什么 案子都进入法院了 结果检察官还要 在哪里找证据呢 那是不是可以反推说 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 他的试证 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呢 对 对 那可是呢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 其实我们规定很清楚 在起诉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相关的试证 一并送法院 那他之后的 在进行的补强证据的收集 这个部分 还算数吗 这就是涉及到证据认定的问题 而且我们 我们诉讼法上 我们现在是分成 像是准备程序 跟审理程序嘛 基本上 所有的 要提出的试证 如果检察官在起诉之后 认为还要再补充的 那些试证 基本上就是要在准备程序 都已经要跟 法官都确认好了 那我们实际运作上 其实很少还会在 审理程序当中 在一直要想要提出新的试证 新的试证 来给法官做一个参考 这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所以这个案子的意思就是 法官其实也很无奈 因为你检察官 你收集到的证据 证据力不够坚强 他没有办法 巩固犯罪事实 于是我法官 我也束手无策啊 我只能这样子 是这样吗 是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法官权力很大 像老虎一样 可是法官是 关在笼子里面的老虎 今天决定要拿什么东西 进去喂老虎的 是检察官 所以我们用个 比较开玩笑的比喻 这是检察官喂的东西 法官是巨吃啊 那所以 这一组的检察官 他们失职了 所以在顶星案这个判决 造成了社会上面 这么大的愤怒感的时候 其实真正比较大的问题 是出在检方 对不对 如果我们现在从目前显露出来的一些市政 目前的大家讨论的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检察官当时在侦查阶段的一些作为 确实有一些值得可以再讨论的地方 可是我不懂啊 这个案子 其实在永城案 他是被判有罪的 但是在顶星却被判无罪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明明是同样的情况 可是在不同的法院 却造成了不同的结果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法律的标准是不是不够一致 那所以这个 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刚刚讲 每个案件它都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我们不能够单纯只从结果就去比较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相关的市政 然后相关的事实去做比较 那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同样的法条的那个解读方式会因人而异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学法律的一个 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改变的地方 因为就像我们讲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光是同一个法条的解释 可能就有很多种 而且你们在念书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明明可以写白话文 干嘛要写文言文 这个就是 这个讲句比较开玩笑的话 这样念法律的人才有饭吃 因为就是因为 大家觉得写成这样子 好像很有学问 好像男中很高音 上的权威赶出来了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们历史都这样 没有啦这个 当然应该我们这样说好了 因为我们可能在法律上文字 我们是需要能够详识 但是能够精简 所以变成说在用字上 就可能就是希望说 能够比较精简嘛 越短越好 可是它能够涵盖的意思会很明确 所以难免就是说 会造成一些文字阅读的障碍 可是其实在我们国家 那其实像司法院啊 他们其实也有一直在推动 就是尽量让判决 能够白化文化 那但是因为这个就是长久以来 大家可能在写这种 法律文书的这个习惯问题 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这一次的这个 法院的法官是那个谁 吴永良法官吗 对吴法官 对吴法官他的 我其实听说他 风评还OK啦 就是没有什么负评 那他也在这个判决书当中 你刚刚提到的 296页当中 最后他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他是很坚守 你们法律人的一个原则 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被 怎么讲 就是他必须要坚守 那才可以真正对得起 这部法律 可是我又有一个疑问啦 法律明明是人类 设计出来 来目的是为了 可以保障人类嘛 对不对 那可是这个案子 我们却因为法律 看起来是大部分的人 没有被保障到 只保障了那个少数的人 这件事你会不会有点怪 好 我们这边就跟主持人分享一下 其实我 我那时候在刚刚在读 法律的时候 我在读刑事诉讼法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就讲过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的刑事诉讼法 程序规定这么严谨 从证据法则 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个 一些原则 像是无罪推定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 要符合论理法则 为什么规定这么严谨 他重点不是要保护说 今天站在法庭上的这个被告 而是他要保护 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今天 其实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在下一秒钟 就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 所以这部法律 他要保护了 他是我们社会上 每一个都有可能 成为被告的人 所以他是为了社会 公共利益在存在的 好那刚刚就是 主持人也有讲到说 法官最后很语重心上讲 他只能遵守 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是 论点是没有错 因为这就是我们刑事诉讼的 一个核心价值 无罪推定 你只有法官只有达到 毫无合理的怀疑的 这种程度的确信 才能够认定一个被告有罪 我觉得这很难 好啦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我觉得 我当中还有很多疑问 我对法律实在是 我对于这个案子 有很多 有很多意见 我们今天反问的是 这个高鸿铭律师 他是法超思想传媒的 共同创办人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要继续请教 高律师 好 谢谢 今天波多多台机 我们访问的是 法超思想传媒的 共同创办人 高鸿铭律师 我们刚提到了 鼎心这个案子 也就是说 好 这位吴永良法官 他会不会因为 太过坚守程序正义的原则 以至于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也 我觉得大家 整个社会也没有期待 说这个法官说 你一定要做出一个 讨好社会大众 讨好舆论的判决 只是我们的疑问是说 这件事情不是还蛮清楚的吗 他从越南那个地方 来怪怪的 然后就压低成分 然后精炼出一个奇怪的油 给我们吃 然后告诉我们 这个油很好 难道不是已经够清清楚楚 还需要怎样子的 程序正义啊 好 石崎先跟你说一下 就我们先讲 正式 大家会觉得说 这判决结果出来 怎么跟大家 在坊间报纸啊 或是原本之前 接受到的一些资讯 好像不太一样 可是其实大家 如果仔细去看法院 他包括在之前新闻稿 还有现在的判决书 大家就可以仔细去看 其实法官他也讲很清楚 经过他调查之后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依照现在 检察官提出的证据 去认为当时从越 在越南的那些原料 是有问题的 因为当时检察官他是讲说 那些原料都是从一些 不健康的株资 去收集而来的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呢 法官就这一点 他有去做过调查 他包括有问过 其他公司 是有在越南养猪的 去了解说 其实越南呢 他们关于说 如果有猪有病死了 他们是马上销毁 不可能离开那个 养殖场的 所以呢 法官才认为说 其实没有 依照现有的证据 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这 那些油 原料是有问题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从现在证据 包括说从 去油槽那边去抽检 回来再做检查 也没有办法 从这个检验结果 去回推说 当时这些油 是不是来自于 所谓的收水油啊 地沟油啊 这些 我们认为说 很糟糕 不适合使用的 不适合作为原料的 油品 了解了解 所以呢 其实法官他 他不是只看说 最后结果无害 他就认定说 这个犯罪嫌疑不足 而是他连前面原料的部分 他都有做了一个判断 所以其实 所有的问题 又回到了那个源头 检察官 你在收集那个证据的时候 为什么 这么没有办法 巩固你的 起诉的理由呢 是不是 所以 又是检察官的问题 那所以 在台湾当检察官 是一件门槛 高不高的事啊 这样讲 我们就 跟时期分享一个数字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的律师 律师的录取率 是百分之多少吗 是百分之十几 十几啊 以前不是更难吗 对 以前 当然就是 早年 那二三十年前 那很低 现在读法律的人 你要考上律师呢 大概有百分之十几的录取率 好 特别最近几年呢 考选部都是 每年发的律师证照 都大概都有将近一千人 但是 一年有一千个左右 对 但是 是同样一个年度 能够考上司法官特考的 大概都是低于八十人 哦 哦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 当然这有点自吹自擂啦 因为你也当过警察官 是啊 因为司法官特考 我个人觉得 他是可能我们现在国家 所有国家公务员考试里面 难度最高的 哦 一个 哦 哎 那所以应该算是 人中龙凤级的 就是精英级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案子里面 为什么检察官的搜证 很不太严谨 其实这个 我们要从我们 检察官的这个 养成制度 开始跟大家聊起 聊起 在实情上 就检察官 好 他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他考上了司法官特考 然后他就是受训 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呢 就是学习一些什么 判决书怎么写 起诉书怎么写 然后去法院 或是地监署 跟着资深的法官 检察官学习 然后最后 结训合格之后 就开始分发 去实际去担任 法官跟检察官的工作 所以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种可能 就其实 一个非常优秀 很会考试 很会念书的 人 他有个24岁 就要可以来当法官 跟检察官 他就要去判断 这么多社会上 错终复杂的事实 这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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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这就是 我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才会 就是曾经 曾经有讨论过 社会上有讨论过 会不会太嫩了 就是那种 太嫩的法官 我们叫他什么 我一时忘记 就是说 他其实没有什么 人生的经验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社会上面的 各种面貌 可是他却是要进行 一个判人生死的工作 是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讲说 年纪轻 就一定没有办法 把这事情处理好 可是我们 只能讲 就是 因为其实法律 我们可以讲 它是我们人类经验的 一种反应 我们根据我们 社会上很多的经验 慢慢归结出一些规则 才有形成法律 这个规范 那当然你 对社会上的 这个经历 你的经验 越历越丰富的话 可能在你去判断说 是不是该用什么样的规范 这个规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那所以台湾没有一种规定 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外面历练 多少多少年之后 你才可以真正的变成一个 合格的检察官 都没有这种规定 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 我刚刚讲考试 法官也没有吗 法官没有 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的养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听说在德国 是不是德国啊 就是说他们的法官 你在真正要变成法官之前 你的那个训练就是 你要去监狱里面待一段时间 这个德国的 我是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未来的判案 其实是对于人家的人生 是多严肃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去 亲自看过 体验过 你才可以 所以你才会知道 那个严重性 可能有些国家的训练是这个样子 台湾没有 所以难怪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 对 会不会太嫩的 法官检察官 那所以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机制 是可以避免说 啊 baby 你这个小baby 跑来这边判我案子 这实在是很难幸福人 这当然我们就是回到说 我们现在现有机制 当然是有对于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些监督的机制 好像包括说以检察官来讲 他要受到他主任检察官跟检察长的那个所谓检察一体的 这个像是指导或是管制好了 好 那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可以对法官的判决 法院判决我们可以上诉 然后甚至说如果有法官或检察官他处理事情不当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法官法的规定去申请评件 这都是既有的内部的我们现在法规上的一个监督制度 那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对于法官跟检察官的监督力道 其实是我觉得还略有不足的 要怎么说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啦 大家其实也可以回想一下一些社会上看到的事件 其实如果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他只要几乎不要收钱 不收受贿赂的话 几乎都可以平安待到退休 然后领终身奉 只要他愿意的话 对就变成说我们只有最后变成法官跟检察官 我们就对他期待就是 只要他不要收贿 我们就认为说他可以一直待在这个职位上 这是不是一个说我们将来可以去检讨改变的地方 我们也许说像美国他有的州的检察官或法官 他们是用选举的方式 那你当然选举的时候就是要接受选民严格的检验嘛 包括你以前怎么处理案子啊 你本身的学经历是怎样 哇这个很严苛这个赞 对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美国制度一定好 而是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国外制度 我们来台湾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说看怎么说 让这个检察官法官能够说我们去强化说 让他们能够实时警惕 我们要好好尽忠职守 像最近时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司法阳光网的问题 对对对 对你现在司改会是不是搞了一个司法阳光网 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时期有没有上去看过 他这个东西不是目的利益上面应该是希望能够更透明 不是吗 不是应该是一个好的吗 好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法务部整个大跳 大跳脚跳起来就劈里啪都骂熄骂的 是 我们现在讲 其实我有自己去上过司法阳光网的网照我看过 其实他那也就是一个法官或检察官 他们都是从一些社会报导或是政府公报 因为有些是 是像是有送纠正啊什么时候 那种惩戒这些记录把它整理起来 他就讲某某检察官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就讲年份而已 然后司法官训练所第几期毕业 然后在哪些地方服务过 然后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讲诚记录 然后有没有关于这个法官或检察官相关的报导 他司法阳光网上面资料就只有这些而已 那其实我我觉得说其实像有的国家 像因为司改会他们就讲 有国家其实他们当地的法院 或是检察署 他们是有法官名录跟检察官名录 就像我们律师公会都有律师名录一样 他会集结成册 然后可以让社会大众都可以知道 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法院里有哪些法官 他的学经历如何 他怎样成为法官成为检察官的 那法务部呢为什么这个反应的动作这么大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私信题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如果我们去法院法庭开庭的时候啊 法官坐在我前面 他前面挂的名牌一定是某某某法官 他会把他名字写出来 可是我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去地监署 或是在法庭上 我们看公诉检察官的位置 他前面的名牌 永远只有三个字 检察官 所以我觉得我民众 我们讲夸张一点 我可能今天我跟检察官讲话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将来我如果觉得说 这检察官他 我想要澄清 我觉得他有一些行为 不当或违法 我想要澄清 我都不知道要找什么 不知道是 不知道他名字是谁 他哪位 对所以 其实法务部他们可能就是 寻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他会觉得说 啊你 你知道司法阳光网 竟然好像要把检察官的一些资料 即使这些资料都是网路上 大家可以已经公开了 搜集来了 你要把它摆在一个地方集中 他就觉得 这个可能不太适当 我觉得某种程度 就是这个体系呢 可能就是僵化比较久 就是他的行政的那个框架 太过走得太多年了 所以一直都没有一些外力的刺激 使得他就当碰到外面刺激的时候 他会立刻做反弹 反射性动作 我觉得法务部现在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 那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最后我要请教高律师一个问题 你也当过检察官 也当过律师 你觉得当哪个比较好玩 其实我我觉得 都是很多不同的体验 但是我要承认 我很感谢当时 有过检察官这段经验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其实检察官 他其实做的事情很多 那他其中有一个工作叫验尸 对对对对对对 检察官相验尸体 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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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所以你也要去验尸啊 这是每个检察官必做的工作 好坚韧哦 天哪我的妈呀 对可是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事情呢 其实 因为当检察官的时候有过 就是常常去相验嘛 那就让我体会到就是 我觉得人的 我们人生我们就是能够活着 我们就要好好把握时间 那所以呢 像我我自己就可能评估自己的个性嘛 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在 公务体系之外发展 所以当然就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好好出来 出来就是去尝试看看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的这个 这一段资历其实 我蛮感谢他 就是他让我对一些 这个生命啊 人生有很多的启发啊 对了解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法操思想传媒共同创办人 高宏明律师 今天非常谢谢高律师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你了 是谢谢时期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访问你 好 拜拜 拜拜